1003音乐大头选 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一位呢 算是老朋友了 我们这样想一想 应该也认识两年 没有没有 两年也很老吗 我说老朋友 我还要介意好不好 我是年轻 你的年轻的朋友 没有啦 因为我们认识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从两年前 当时我还在做晚班对吗 对那时候是录现场的 对 给你整个快要死掉 哪有 你可以现场写一首歌吗 现场来唱一首歌来 对 这个是Laurene Laurene成立心 凶一下 哈喽 一百年以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立心 对 两年前当时我还在做晚班 你知道在晚班跟这一次做晚班之间 其实我有跳了到傍晚班去 可见那时候真的是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时候你还记得你是为什么来吗 为我的Wedding Harmony的专辑 对 Volume 2 对 英语专辑 那个是一张蓝色的专辑 我印象很深刻 对没错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走粉色系 而且今天你整身都是粉红色 其实Pink是我的Favorite Color 对不对 我今天过一场Pink Color的 你是吗 我很配合一下 很好 搭一下嘛 我看到专辑粉红色 你要穿又粉红色 送你海报 OK谢谢你 卡帖要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是粉红色是你的Favorite Color 因为我觉得看到粉红色我就很开心 很Pink 然后我东西都是粉红色的 It's my favorite Color There's no why It's just favorite 很多人会问我 他就说你是一个男生 为什么你会喜欢粉红色 比如说粉红色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Soft 然后给人家感觉是 它不一定是女生才能拥有的 是你的Favorite Color吗 对对对 我很喜欢粉红色 对 我的房间有一部分也是粉红色的 Very good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男生粉红色好那个 你知道 不会啦 OK 不过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 啊你喜欢粉红色就问我啦 是不是因为你喜欢Hello Kitty 我说这倒不是 因为我喜欢的是小叮当 我反正就喜欢蓝色的小叮当 OK 你应该是喜欢Hello Kitty的 这里 随乎 对 他是一个喜欢Hello Kitty的人 喜欢粉红色多数都会喜欢Hello Kitty的颜色就对了 对咯 大概同一个色系 对对 所以专辑这一次 跟上一次你来的时候的那张专辑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这张是国语专辑啊 那张是英语专辑 对然后那张是wedding的歌曲 这张就是有幸福的歌曲也有悲伤的 特地写悲伤的歌曲 又是情歌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对你来说 尤其是因为我记得上一次访问你的时候 wedding harmony就是你们的那个singing group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在婚礼演唱的 在婚礼演唱的还有写歌 然后这个group呢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那时候刚好同时机介绍很多不同的婚礼歌手 OK 他们呢是他们会专注为这个新人打造一首新的歌 对 为他们创作 对了 你记不记得当时候你为我的故事写了一首歌曲 对咯就现场 现在写一首歌给你要十分钟 对对对 当时候因为我们有在做一个小说的一个环节 然后我就好像跟你讲了一个故事 对 然后就很有feel 然后就开始写歌 对对对 对当时候还跟你这次专辑的音乐总结一起合作 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出来 对所以当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如果是真的有人要结婚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为你们两个打造一首全新的歌曲 还蛮有特色的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写 自己写自己的故事 因为写歌是我最大的兴趣 写歌唱歌 可是你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你平时都是写一些幸福快乐的歌 因为都是wedding 这一次这张战机当中的悲伤歌曲 会不会有一点难度在写的时候 不会 因为我会跟我朋友聊天 然后可能他们会有失恋啊什么 也是会有悲伤的故事告诉我 然后我也常看韩剧 喜欢一边看一边流眼泪这样 所以也是有比较伤感 比较sade的emotions 在我身体里面 所以我就会写悲伤的歌 那既然你常常看韩剧 那韩剧的音乐有没有影响到这张专辑的一些音乐曲风 有耶 有啊 其实有耶 我们是以比较live band的感觉 编曲来看啊 比较live band的感觉 就比较少那种electronics电子的东西 我们要呈现的就是比较感人 简单 温馨 舒服的音乐 OK 这一次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包括了像专辑的名字叫我的世界 然后那个主打歌像我现在在背景在播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呢 就是爱永远不会少 这首歌是track two了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 爱永远不会少 是新加坡的主打歌 为什么选他做主打歌 是因为我们都有meeting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这首歌很容易唱 很容易记得怎么唱 那个旋律 容易 然后拍MV的时候的形象也跟我现在的形象很搭 就一样 原本我们笑打的歌是我的世界 可是因为我的世界MV里面我是扮演学生 然后黑头发有穿那个school uniform 然后华纳唱片就担心说 可能新加坡人不认得陈立新这个人 所以还是打我那个第二首歌 而且因为你要清楚的是 我的世界这首歌曲的MV 当中那个校服也不是新加坡学校的校服 他们有啦 他是会有一些feel的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真的哪里的 我看过Rofojo Rofojo 所以我有看过 你知道他们的这个校服 我就看到 很 familiar对吧 对而且那个Bas School 就是那个校车 很熟哦 My bus my school 就是很有那种学校的那个味道就对了 所以可是对于新加坡的很多的听众来说 可能说不定比较难去relate 可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哦 可能稍微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爱往远不会少 基本上他的MV是在一个海边拍摄 呃 渔村 渔村对不对 真的是打鱼的一个村子 对 可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他你站在那个地方 应该风很大吧 嗯 有几个景 有几个景 海边的吗 开始海边的 村子里面的 呃 海边的 在海边的 海边的 对对对对 风很大 对 那那节目其实印象比较深刻 嗯 因为比较少MV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吗 是 对 也是拉队到马来西亚那边去拍摄 整个MV都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 哦 这个Vogue Producer是柯桂敏老师欸 诶 你认识吗 我们本地非常非常红的一位Producer 对不对 所以当时候我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他啊 他很静的嘞 不讲话的 然后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笑话很冷这样 每次跟他讲笑话都不笑的 对 然后after a while 我就give up 不跟他讲笑话 然后呢 管他 不管他了 他是 他是以下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而且他非常低调 而且他很喜欢耍酷 对哦 你怎么弄他笑话都不会笑 然后喜欢装酷这样子 可是你在配唱的时候 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他讲的哪些东西是你觉得 诶 很不一样的 很不 或者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跟他录音的时候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之前我的吉他Vogue Producer 就是让我在录音室 就是从头唱到我这样子唱 唱无边就OK好了 然后我们就剪接 可是柯贵明 我觉得他很用心的 真的帮我制作 他会跟我说 OK 你照你自己的style去唱 可是他会这里说 OK 嗯 他会怎么说呢 就是每一个字很细腻的会掉 他会跟你说 这里我要你涂多一点气 这里少一点 这里转印好 要用怎样的方式唱 他很细心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他做得很好 也就是说 一首歌当中的 每一段的 可能每一个字 他都会去听清楚 他觉得这个地方 不会少 这个少应该要多一点 没错 就是这样子调 把每一个字调出来的 那这首歌会不会是 专辑当中录的最长的一首歌曲 这一首 不算是最长 不过是我们录 我记得 很影响深刻 是最后一首录的歌 因为这首歌 是最后写出来的 哦 最后一首写出来的 挤进去的 哎 为什么当时候 第十首 会是最后一首写出来的歌 因为这个词曲 都是你自己写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这一首歌是 其实为一个wedding couple写的 哦 那刚好他的wedding 就是写了这首歌 那我的专辑也筹备 他大概要玩了 所以就这一首歌 最后进去的 哎 这首歌曲 是不是他们的故事 是啊 是他们的故事 是他们的故事 那他们应该很感动吧 你把他们的故事 写成一首歌 然后又放在你的专辑当中 我希望咯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他们有买专辑支持 哦 当然 那听到 哎 这首歌很舒服哦 我们的主题曲 MV应该找他们来拍 啊 因为是他们的 他们晒的咧 他们也是晒的 晒的 对 很好他们的人 我想 常常能够接触这些新人 应该幸福的感觉 会特别的饱满 就是你常常会看到 很幸福的人 对会 是不是 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 唱Wedding就有这个好处哦 对 因为这样看 不会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一生一世 你去唱人家Wedding 他搞砸了怎么办 所以会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 一生而一次 他就为了这么一首歌 然后万一这首歌写得出来呢 他不喜欢 对对对 压力很大哦 你还比其他创作人 多了一份Wedding上面的压力 一生一次嘞 不能重写的哦 而且你有很多歌一生一次 这样听起来 对 我们听一句首歌 Kuilmian老师刚刚 像历心Laurine 他有说到的 他调得非常细的一首歌曲 爱永远不会少 我愿意从今以后跟随着你 到天涯海角 不管天面的路 坎坷会有多少 在我只欲力的街角 有着你最初的微笑 像座城堡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从开始到现在 你对我的好 我都看得到 从此不再寻找 和你一起到老 像地球太阳在围绕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我们的爱的爱 永远不会见傻 你不再寻找我 你不再寻找我 我永远不会不再寻找我 感谢观看